师父下面我想读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开示 这个已经经过师父跟秘入处的核实 反正师父师父您稍作休息 土耳要三尽四尽宝 舍为众生为珠宝 他众才是真正的财富 先舍为一生 以命为万民建功立业 成佛道昏 用尽自身权为 方德自得 消灾去难 念法为宝 真正的去爱戴他们 有为众生献出一辈子 才是清明智者 人身难得 法以文 要虔诚度佛回灯大宝 走住根本 养护自心 行道法业 生之为难生 去除贪嗔痴慢疑 以慈悲喜舍为大众 破天桥 灾佛树 种下千千万万的佛种子 得千万的民众都可闻训佛法的真谛 使他们出离苦海浪潮 在人间有一个圆满的归宗 随师是佛 与师同归法天的极乐 优得内 必得刚 用真心 赴真爱 守护好真天的大佛 大乐佛门 心灵净土 心事文法 直难寻 你们的师父 付去一切来成就你们的光明 自身是千装百孔 他是用自身的心头血 来培护你们的佛性 扎根开花 也出佛的道花 请问比众 就是以何来爱戴这位圣天的尊师佛印 他是你们的千佛回首 大乐师父 是你等最为无二的佛乐圆归 莫伤他 莫伤他 真佛 真佛 真佛呢 凡师父 尊师重道 这是最起码的呀 每一个弟子都要学会尊师重道 就像我们读书的时候 你首先要尊重老师呀 你才能学到自己的知识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嗯 感受感受